台縣方僚至方山段是國道3和台17線 通往墾丁和台東的必經路 然後隨著收架潮 目前北上車輛比前幾天約多了三成左右 警方下午啟動分流措施 預計車潮約晚上10時會慢慢舒緩 互相傾度利用替代道路 遵循分流管制及作業 時間會預估出現在16時到22時之間 請駕駛朋友們避開上述時間 來利用我們的台一線北上439K 平185線沿山公路替代道路 本分局會試車流狀況來實施分流 還有調波的措施來因應 今天除了是中秋連假最後一天 也是土地公生日 南下車城福安宮註售的信徒也不少 預計北返車潮將有可能到深夜 另外未避免汽車及大型重機行駛外側機車道 警方也沿途在路口架設攝影機取締違規車輛 那呼籲駕駛朋友們行駛 那個本轄綁山路段風港路段的時候 汽車以及大重機不要違規行駛機慢車道 那我們沿途都有架設攝影機來取締 那啟動之後車流目前車多順暢 然後除了平和公路方寮一塞車路段 警方今天也將在南州坎點兩個交流道 實施分流建民眾務必配合遠景的疏擋措施 評論新聞不一定張志豪採訪報導 最近我們目標不吭攻他們的新居樹 旁邊 member參選不飯 旁邊呈東坎點 居上有儂簇